郭彦成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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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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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难道 吴彦成心里真的有别的女人 老大怎么还没来 小小女 老大怎么还没下来呢 她刚起床 我们先走了 你自己等她吧 若曦 若曦 您走吧 好 叔叔 这边 什么情况啊 老大 你一大早干吗热小小女生气啊 我怎么热她生气了 那她怎么把我们两个人丢下了 肯定是因为你起碗了 快走吧 大家说好了一起去海边的 怎么了 一大早的心情这么不好 顾艳成惹你生气了 慧欣 你昨天说顾艳成的时候 说她有两段感情 是不是真的呀 你在想这个呀 谈恋爱嘛 不要想这么多 爱情呢最美的不是永远 而是当下 你喜欢她 她喜欢你 这不就够了 可她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我 她只说 让我留在她身边 这很正常嘛 男人嘛 走回秀宇说一些爱呀 喜欢呀 你就别多想 除非你对这份感情真的存在疑虑 这样的话 你倒是可以多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这找男朋友呢 就跟吃榴莲一样 尝了才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吃 不能一开始就拒绝 也许尝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真像 你说什么呢 你小声点 这要是让白冰听见 以后做朋友都尴尬 我说寻一寻 你果然是个感情白痴 等到你看不出来 男冰看你的眼神 这有些不一样的 看不出来 小仙女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们的 我已经教育过老大了 这汤汤大老板 怎么能起碗了呢 生气了 没想到会睡过头 下次不会了 不要误会 老板的时间由老板做出 我怎么会生老板的气呢 这一大早就让我出来看太阳 我久还没醒呢 晒 看来这小仙女气得不轻啊 我已经尽力了 你自己的女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今天的项目呢 主要是海钓跟浮潜 我跟叔叔肯定是去钓鱼了 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要么跟我们 要么跟顾总去潜水 我当然是跟着老大了 我也选潜水 我还没尝试过呢 跟着专业的顾总比较放心 我也是有潜水证的专业人士 你真少婆卖瓜啊 雨萱我们也一起潜水吧 我就不去了 我还是跟着白冰 还有我们家老熊去钓鱼吧 好 那我们出发 好嘞 行 出发 潜水去 潜水去 白冰 你穿着蓝鱼圈啊 好 走吧 走 拜拜 待会儿见 拜拜 一会儿见 走吧 我们先去换装备吧 大海啊 大海啊 你慢点啊 全室了 慢点啊 太阳晒了 太阳晒了 好 白冰啊 你陪着我这个造老头子干什么 去和雨萱说说话 我替你看着干 好的 叔叔 来 雨萱 你怎么了 这可不像我平时认识的寻与生啊 那 你平时认识的我是什么样的 温柔 善良 体贴有毅力 能想他人之所想 温柔 你也太会说话了 我呢 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已经足够开心了 你的朋友呢 倒是很乐意替你解决麻烦 说说吧 为什么不开心啊 白冰 你当了顾雁城五年的助理 你知不知道 她有什么喜欢的女人 喜欢的女人 嗯 好像叫什么 若曦的 你知道吗 这些私生活的问题 你问少姐不是更直接吗 少姐肯定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我就随便问问 你要不知道就算了 你跟我来 故事雕塑啊 已经流传千年 当年故事有三个儿子 小儿子啊 叫顾絮 天赋一饼 天赋一饼 在她牙牙血雨的时候啊 就会拿着雕刻工具啊 玩 她刻出了那些花草 蟲鸟 人物栩栩如深 在她十五岁那年 她偶然地得到了一幅 仙女 仙女 藤天图 仙女 藤天图 说来也快 那个画纸啊 特别坚韧 浴火不损 还千年不换 好像不是当年之物 但确实是千年以前的东西了 故事啊 用汉白玉雕刻出了图中的仙女 那仙女啊 可是静妙绝伦 栩栩如深 看着那个仙女啊 就像随时要腾天而起的样子 这尊雕书一出啊 我们故事雕刻 就生眠远扬 流传千年 至今为变 于是 这尊雕书 就成了我们故事家族的 穿家之宝 也只有我们故事的子孙 才能以得见 于轩 难道不奇怪 顾老爷子为什么要 费心扮留在故事吗 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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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这幅图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雨萱 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 需要你亲自去了解 不过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站在你这边 我这第一次潜水真是太惊险了 中途洋气管差点被我拽掉 幸好姑娘帮我弄好了 我看你啊是命中跟大海相克吧 以后最好还是少下海吧 呸呸呸呸呸呸 你信不信啊 我先把你推下去 行行好好好 我闭嘴我错了啊 我错了 没句好话 顾总玩得可还精心 嗯 以顾总的专业眼光 不是对我们潜水设施评价如何 有待提高 那以后常来玩 好 下次一起来潜水吧 下次再说吧 小仙女 你不会害怕了吧 我跟你说老大在没事的啊 少姐 啊 为什么你总是叫我小仙女啊 因为 因为你长得美啊 这样啊 怎么 夸她美还不高兴啊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啊 我回来了 吃饭了 白冰 吃饭 走吧 灰心 叔叔 再见啦 我们下次再来看您 爸 你回去吧 不用送啦 不真多住一天了 说好明天走的嘛 行了 你就别装了 其实你心里巴不得我走呢 这样就没有人能管你了 你呀 是一点不给你爸面子呀 顾总啊 你呢 现在是我们家雨萱的领导 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闯得不容易 放心吧 叔叔 我一定 行了 爸 别说了 我一个人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我还要先送慧心 跟你们不顺路 就先走了 走了 爸 叔叔 再见 再见啊 叔叔 再见啊 叔叔 再见 让你小心啊 哎 你这回去好好哄哄吧 她现在太不像小贤月了 像个小冤妇 你那你电话怎么又不接 你怎么来了 你不接我电话 我就去你公司找你 但是没人知道你在哪儿 我就猜 你又在这儿 给你 吃了这个 心情就变甜了 猜猜我是谁 沐宇 别闹了 又被你猜到了 真没劲 还不及 你说怎么了 你妈又因为你没考赢我哥 打你了 你是不是傻 你怎么不反抗 她是我妈 你妈又怎样 那也不能打人 这是虐待 没事 习惯了 不疼 你不疼 我看着心疼 好电了吗 好多了 真的啊 拿着 好多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了这个 心情就变甜了 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 绑架的事 是我妈做的 为了威胁你哥 放弃于园林的项目 就这个事 不用说对不起 我还得谢谢她呢 如果不是因为她 你都不肯见我 沐月 我们真的不要再见面了 这样对你 对我 都好 到底为什么 就因为我姓顾 你姓魏吗 就因为我们两家是对立关系 我对你的喜欢 就是错的吗 错的不是你 是我 我一开始 就不应该出现在你身边 难道我们 不能回到小时候那样吗 你 我 会不会い死 唯不 教育 是怎么回来iva 他们咱来 老板 你不要把时间 再浪费在我身上了 你值得更好的人 我不会再来这儿了 你也不要来了 魏昊东 徐宇轩 不宜 宇轩 找我什么事 你眼睛怎么了 怎么了 你照照 不 我这是刚借了信息 我熟悉这本呢 太感人了 看哭了 好敬业呀 你找我来什么事 对了 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传家宝 是照着仙女藤天图雕刻的 你知道了 我哥告诉你了 那个雕塑长什么样子呀 我好奇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这个 你怎么不让我哥带你去看啊 不是说只有顾世子孙才能看的吗 我不好意思跟他开口 确实不好开口 你这一开口 以我哥那刻板性格 得先把你整进族谱再说 说什么呢 我是觉得你哥是老板不好坏的规矩 你到底能不能带我去看 你要是不能带我去看就算了 那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我真走了啊 别嘛 上次你救我 我还没谢谢你呢 我带你去看 再说了 进族谱这事 你是迟早的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这么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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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神奇 当初我也没想到 既然真的有跟小仙女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你可不知道 这仙女 简直是我哥的 木丝女神 她从小 就是因为这仙女 才学习雕刻的 没想到现在 你又出现了 你一定是仙女下凡 上天派来救我哥的 救你哥 对啊 你不知道吗 我哥车祸后 就不能雕刻了 可是听少姐说的 自从遇见了你 她又能握起磕刀了 她又能握起磕刀了 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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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教你小仙女也没错 你简直就是我哥的 第二个妙思女神 原来 你还会回来 我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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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一直留在我身边 好吗 你不是说要帮我恢复雕刻吗 你不在我怎么回复啊 顾炎成 原来那不是你的表白 原来你不是喜欢我 只是需要我而已 你要去哪儿 回家 为什么 为什么 吴总 你就这么舍不得我走了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 为什么非要让我住在这儿 不是说好了 杜管家回来之前 你都得在这儿了 对不起 是我惹你生气了 别走好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偏偏得是我呀顾炎成 让我来帮你说实话吧 你让我留在这儿 是因为我和藤天图里的仙女 长得一样 因为我的存在 能让你重新雕刻 是不是 培养果是说中了 对不起 顾炎成 我不想傻傻地 当你的这种狗巨人 我不能再陪着你了 我不能再陪着你了 仙女藤天图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也不是什么工具人 那是怎样呢 难道你要告诉我 你跟顾炎也把我留在这里 不是因为那张图吗 不是因为我跟那张图里的女人 长得一模一样吗 是因为您长得很像 可绝对不是因为另一模 而是因为故事的阻讯 故事的阻讯 对 故事的阻讯 让我们找到这画中的人 并且守护他 温炎 温炎 我是寻雨轩 我不是什么画中人 我不需要你的守护 顾总 我现在正式地向你提出离职 明天我就去大街交接手续 现在请你出去把我收拾东西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车吧 这儿不好打车 不用了 谢谢 我送你吧 这样我也放心些 老天都不帮我 上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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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顾总 晚安 轩轩轩 你怎么不打个招就回来了 对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面试过了 面身入职 挺好的 加油 我先去睡了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不对啊 平时都对他欺负别人 这儿 这里暂时是你的工位 我是编辑赵林 实习期间由我来带你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 请多关照 放心吧 我会好好关照你的 那赵编 我现在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 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的吗 咱们杂志社马上就要周年庆了 咱们杂志社马上就要周年庆了 这是嘉宾名单 你呢 就按照名单 帮忙把邀请函都填了吧 可是我的工作不是摄影师吗 你是实习生 哪能一上来就做重要的活 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知道吧 我站在房子上 你要是看什么 你好 你好 你是哦 你没关注 提问喂 你 我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林姐 我见你给刚来的实习生 安排写邀请函去了 你可太厉害了 不然呢 我留学回来 可不是要给那位大小姐 做这些小活的 她怎么不让行政部的人去行 人家大小姐说了 行政部人少 负责周年庆活动啊 已经饱和了 而且咱们邀请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 交给他们怕有纰漏 最后还来了一句 什么手写得更有诚意 要有诚意的话 她怎么不自己来 人家毕竟是 TB集团的千金公主嘛 她真以为自己有能力呢 要不是有个 掌控TB集团的老爸 谁理她呢 是吗 恭喜你 被开了 去人事不领补偿吧 为什么永远看不到我的努力 为什么 为什么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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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林总 你好 我是公司的实际生 我有事找你 你是公司的员工 对 我是公司的实际摄影师 我叫姚远 谢谢 我警告你 刚才看到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一旦被我发现有人议论 你就立马却不该走人 林总 放心 说吧 什么事 刚才听林总的豪言壮志 很是佩服 既然林总您把带我的人给开了 那您能不能直接带我这个实际生 我好跟您学习学习 你倒是个挺会把握实际的人 林总 您过奖了 所以您的答复是 好 成交 这次周年庆 你就给我当助手吧 谢谢林总 妖怪 你 这个就送给你了 以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朵旁边 听听大海的声音 这样心情也会开阔很多 喂 你现在在哪儿啊 回去是让你哄小仙女 怎么她现在气得都来办离职了 你赶紧回来 我先帮你拦着啊 不用了 她现在应该不想见我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一时说不清楚 让我自己想想 公司的事情你先帮我处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非得是我呢 顾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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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说实话吧 你让我在你身边 是因为我和藤天图的仙女 长得一样 因为我的存在 能让你重新雕刻 是不是 是 我还没想见你 因为我不是 我来说 你自己有心胜 我可以偏偏偏是 什么 我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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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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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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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的昏厥 再加上这段时间 有点疲惫 多睡一会儿也是正常的 好 谢谢医生 我去接徐叔叔 雨昕醒过来 看到她能更安心一些 地板净 档咬 antis直净 净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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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喂 老大 您去把灰心找来 到海大医院 要快 知道了 一大早找什么灰心 我哪儿就是在哪儿 不是 这些 别浪 说起这个 你好像还进入顿饭吧 要不然 你现在请我 好啊 我现在请你 走吧 走就走 不宰你一顿 事不为人 走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四个 不是说要宰我吗 就点这么几个 我刚说的那四个都不要 其他的各来一份 对了 再来一瓶清酒 要最大份的 好的 听话本 是我先下手 你不知道女士优先的吗 现在男人也属于弱势去的 行 既然这样 只能按我行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喝赢的 吃最后一瓶 您是不是不知道啊 我人称故事酒仙 您还故事酒仙呢 那我就是花店酒神 看来今天就赌上两家公司的荣誉了 这样这样 来吧 来 翻炸吧 来 翻炸吧 马上 干杯 来 来 来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 我 我怎么知道 难道不是你带我来呢 嗯 哎 哈哈哈哈 嘿嘿 不行 哎你你 不行 你我 我 我我跟你说啊 哈哈 我还没遇到过能喝过我的呢 啊 从从今天以后 咱们就是兄弟 嗯 兄弟 是 嗯 什么兄弟 是姐妹 好姐妹 嗯 好姐妹 嗯 嗯 行 姐妹就姐妹 好姐妹你家在哪儿 我送你回去睡觉去 嗯 队长 怎么样 吃辣水 怎么你不敢啊 谁不敢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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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行 你喝不过我我跟你说 你喝不过我 哎呀 讲了你 喝不过我 你这 你这喝 是喝 是你 是你要来酒店谁的 行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把昨晚的事情都彻底忘掉 我还要开店 我先走了 哎 你等等 干嘛 你现在还不能回去 为什么 我都没让你负责 难道你 你还想让我为你负责 老大让我们去医院 去 去医院 不至于吧 放心 不是咱俩的事儿 行了 快走吧 他很着急啊 雨萱这儿怎么了 灰心 我有话想问你 少杰您看着他 顾总你有什么想问我呢 你就问吧 他最近 过得很不好吗 你说呢 雨萱是因为谁伤心难过 吃不好也睡不好 这不都是拜顾总你所赐吗 对不起 别 这句对不起啊 您还是留给雨萱吧 不过顾总 我家雨萱到底是怎么了 他昨晚上还好好的呢 他就是跳着舞 忽然晕倒了 医生检查说 他是因为神经高度紧张 产生的晕卷 并且有些劳累过度 什么 跳舞 你拉雨萱跳舞了 你知不知道她不能跳舞的 什么意思 雨萱搭队跳舞这件事有PTSD 雨萱的妈妈 曾经是一名很好的舞者 却在舞台上发生了事故 最后抢救无效去世了 那个时候雨萱还很小 本来还跟她妈妈学跳舞的她 从此就再也没法跳舞了 你可真行啊你 对不起顾总 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 我怎么早没有想到 再喝点吧 喝点好的快 是你 你是谁啊 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昨天我实际的杂志社办周年庆 我在酒店亲眼看到的 好 怪不得你天在家丧着个脸 原来是被别的男人欺负了 别说了 放心 她是谁 没事 有我在 这位先生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强扭的瓜不甜 既然我们家雨萱已经不回应你了 那么作为男人的 就应该要懂得适可而止 你们家 雨萱 对啊 我跟她的关系可非同一般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别的男人欺负她的 好了 姚远 你别嘚瑟了 她就是故事集团的顾雁城 顾总 什么 她就是那个千年得客是家的出身的顾总 是的 顾总 你好 我是那个TV杂志社的摄影师姚远 我是雨萱的弟弟 那个 有机会能跟您一起合照吗 跟您拍照 弟弟 如假包换的亲弟弟 是 他是跟我妈他们家新的 对对对 哦 你好你好你好 拍摄的事随时都可以约 顾总 加个微信 你加这个号码就行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头还晕吗 好多了 对不起 再说对不起的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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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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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吓死你爸 怎么就摔倒了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子 爸 那个说来话长 你这长话早说 爸 你怎么来的 白冰送过来的呀 要不是她 你肯定还瞒着我吧 爸 你说你大姑娘家家的 怎么就不会照顾自己呢 工作累的吧 没有 没有什么呀 肯定是 是不狗屁工作啊 爆鬼女儿得是这样 咱不干了 咱们辞了 不干了啊 爸能养活你 既然叔叔都来了 你们这两位大老板 就赶紧去忙吧 这里啊 有我们就行 我们住宝达有时间休息了 医院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需要什么 在这儿收就好 白冰啊 谢谢啊 辛苦 我这 老大 时序不对 咱们还是先走吧 那麻烦帮我照顾好她呢 好嘞 顾总 有我在 您放心啊 嗯 对了 顾总 那个拍照别忘了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热情啊 爸 那个顾总 顾总 大夫怎么说啊 挺好的 没什么事了 放心吧 嗯 愿得一人心 百首不相离 顾总 顾总 我姐非要出院 所以我们直接回她家了 我怕您去医院扑克空 跟您说一声啊 辛苦了啊 来来来 这点给我 嗯 嗯 吃啊 嗯 不难受了吧 要不行的话 再去医院做个复查 爸 我真的没事了 你看看我 打得很 来 要不今天晚上啊 就在这儿吃饭 说不说我亲自下厨 我学了几个新菜 我露露手艺啊 大家补一补啊 不用了 别客气啊 客气什么呀 爸 你看我强壮得很 我不需要补了 是的 叔叔 我最近在减肥 我不吃晚饭的 你还减肥啊 再减肥也得吃晚饭 坐坐坐啊 我去坐坐坐坐 来来来来 俊俊 爸不是来了吗 家里肯定不够住 我就收收拾东西回公司住了啊 你们好好吃 你 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保佑叔叔真的做的新菜 不会那么难吃 我可不想再进一步 要不我还是去盯着点吧 我也不想再出院了 你出院了吗 身体好些了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 好多了 顾总日理万机不必牵挂 毕竟徐雨萱小姐 已经不是故事的员工了 对不起 徐雨萱小姐 确实不是故事的员工了 一点抱歉的感觉都没有吗 但是 她现在是顾总要追求的女人 麻烦你转告一下 她还欠顾总一个回答 徐雨萱小姐表示 她还得再考虑一下 顾总 晚安 好 又瞎折腾什么呀 还没好利索呢 我健身呢 健身 你别骗我了 卫星都跟我说了 说你晕倒就是跳舞跳 卫星这个大嘴巴 我都跟她说了别告诉您了 爸 其实呢这次是个意外 我一直以为我好了 但没想到还是面对不了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约了医生了 我明天就去看医生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可不能有什么心理名言 爸爸不想 我想妈妈也不想 我们俩就希望你是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啊 好 我知道了 老爸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倒点水啊 嗯 这么说你又可以重新雕刻了 嗯 而且 关于那个古代女人的梦 也越来越少了 林医生 我明白了 为什么我会一直梦到她 为什么 也许她就是在提醒我 不要错过那个我命中注定的女孩 嗯 验诚 回去有事及时沟通 嗯 雨萱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俩认识啊 林医生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 谢谢 雨萱 你可好几年都没来了 现在怎么样 林阿姨 其实我这次来 就是因为之前跳舞的时候 又晕倒了 其实咱们之前的治疗效果挺不错的 但 没想到真的面对起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雨萱 人面对恐惧的东西 你越害怕就越恐惧 而且我之前说过 你真正恐惧的并不是舞蹈 而是你的回忆 没事 我们从头开始 慢慢来 总有一天你可以克服的 谢谢林阿姨 嗯 对了 林阿姨 顾艳成 也在您这儿治疗啊 哦 是啊 她的病情呢也很特殊 不过最近已经有所好转了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雨萱 看起来你很关心她是不是 没有啊 林阿姨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关心她呢 好 所阿姨没说 好久不见了 你今天啊 就跟我回家吃螃蟹吧 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林阿姨 走吧 走吧 雨萱 我听说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季节 艳成 你怎么还没走 等你啊 既然大家都认识 那就不是外人了 艳成 雨萱要跟我回家吃螃蟹 对 你要不要一起啊 重复兴至极 走 雨萱 顾艳成怎么会跟姑姑在一起 她是来做心理治疗的 林小姐 你来了 林医生她刚走 你没看见她吗 没有啊 没事儿 我就顺路过来给她送点东西 你先忙吧 我进去放点东西就走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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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 雨萱 艳成 你们坐 我去做饭啊 艾琳阿姨 有我们两个人在 怎么能让您去做饭呢 其实顾总做饭也很好吃的 不然她来给您露一手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 林医生 就让我来吧 不过我要先去买菜 买菜 你跟我一起去 来 好了 顾总 你就好好忙吧 我呢 就出去陪林阿姨聊聊天 你不考虑给我帮忙吗 那是生病之前 我大病出狱恐怕不能下厨了 我会累到的 顾总你呢 就在这儿好好查查菜谱自学吧 反正你那么聪明 肯定没问题的 没事 慢慢忙 嗯 我知道 不知道艳成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去啊 没事的 林阿姨 你就别担心她了 雨萱 我担心的是厨房 这个菜炒得真的挺不错的 嗯 那当然 没有我做不好的事 那我们来乘上顾总做的鱼吧 顾总 你这做的是生鱼片吗 怎么会 对 你这鱼是怎么做的呀 加水两千毫升 放鱼 将锅放至炉上 放配菜二十分钟 然后 然后 你不会真的在炉子上放了二十分钟 忘了开火吧 我忘了开火了 不 这菜谱写得太不严谨了 嗯 那我再来看看顾总做的糖鞋 这个粉 顾总 你这给我们做的是 是醉一些呀 我 再去加工一下 我们先吃菜了 但是这个真的炒得挺不错的 尝尝 嗯 嗯 谢谢你送我回来 没关系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 还在生我的气吗 不知道 其实我想了很多 有很多话 我想对你说 你还有事情瞒着我吗 我当然没有瞒你 只是对于你 我不想再有所保留 我要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你想听吗 验诚 雨萱 杜叔叔 你休假回来了 那个 回来了 验诚总得有人照顾不是 对不起啊 验诚 我正在打扫卫生 没想到你们突然回来了 我怕打扰你们 没想到还是打扰到了 你们继续 继续 那我也先回去了 等等 这里不好打车 你先开回去 要不然 我会担心的 好 那我明天把车还到公司 雨萱 我知道你只把我当朋友 可我不是 这只簪子并不贵重 只代表我的心意 因为从我买它那颗起 就只想送给你 雨萱 你不要这么急地拒绝我 能和你说这些话 我等待了很久 我不要你马上就给我回复 我希望 不过 你可以慢慢地考虑 好吗 我可以等的 好 白冰 明天有时间吗 我们见个面吧 要是在哪儿呢 我们应该要是哪儿呢 顾总 邢小姐把这个交给我 让我转交给您 她说已经把车放在了车库 她在哪儿 刚走 字还没给我签呢 大斌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善良的人 明明我们素不相识 可你却还一直 那么帮助我 跟会心的花点 后来呢 我去了顾时 你也一直在帮我 我真的很感激 能有一个 像你这样的朋友 未来 因为我们也只能是朋友 希望你明白 雨晨 这是你考虑过后的答案吗 这是你考虑过后的答案吗 我还是朋友 对吗 永远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找你 跟我走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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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是你的选择 那我看着你幸福就好 很多人都知道 顾家先祖得到仙女徒 最终成为一代雕刻大师 可是却没人知道 先祖顾徐在去世前 曾留下一言 写入祖训 让顾氏的后代 找到这画中女子 并且守护她 可我一直不相信 这画中女子的事情 觉得是天方夜谭 可是后来我遇到了车祸 我的手因此受了伤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天都会做梦 梦到一个和画中女子 一模一样的女人 所有的梦都很真实 仿佛亲身经历过一样 后来 我的手恢复了技能 可是 却始终不能雕刻 所以我就做了心理治疗 我想知道 那些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和我不能雕刻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我和林医生 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 都没能传功 所以这个梦做了五年 我也五年没能雕刻 我一直想搞清楚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知道 我遇见了你 我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一样吗 不完全是 你还记得 我们相遇的时候吗 每次你有危险 我都能感应到 并且不由自主地去救你 而后来你跟我去雕刻馆 我才发现 我好像又可以拿几颗刀了 雨萱 我也是后知后觉才发现 我是因为喜欢你 想见你 才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不是因为雕刻 也不是因为祖训 你为了让我不放弃雕刻 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非常感谢你 我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守护你 不是因为雕刻 也不是因为祖训 你 我终于明白那些梦 是在告诉我 你 许雨萱 是我的命定值 也是我的人间理想 我目标 我能找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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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专属于你 愣着干吗 那给我戴上哦 所以你答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